你的认知就是你一生最大的监狱 孔子的弟子有一个叫子路 子路有一天跟那个绿衣人打架 打嘴巴仗 绿衣人说一年有三季 然后子路说一年有四季 然后他们说 我们找一个圣贤之人抬定 谁输了谁给谁磕头 因为孔子是大圣人嘛 对吧 结果呢 孔子说一年是有三季 来子路你给他磕头 结果子路遵从私命就磕头了 磕完头以后 把这个绿衣人送走 子路就很迷惑 说老师啊 这一年明明是四季 为啥要我输呢 然后孔子怎么说 你没发现吗 这个绿衣人是谁呀 蚂蚂蚂蚂蚂是不过冬的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 秋天的蚂蚂 你蹦的不了几天了 所以在蚂蚂的世界里头 是没有冬的 他不知道什么叫白雪矮矮 他不知道什么叫银庄树果 所以你在跟蚂蚂去谈 白雪飘飘 他能理解吗 比如我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以前跟我老婆经常吵架的 没有学定位以前 我打微信打给他的时候 我这边急得要死 打了三四次也不接 打电话过去也不接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为这个事情 我都发过不少脾气 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我才意识到 可能就是 他根本就没有收到我的微信 我就当着他的面 打一个微信过去 没有显示 所以有时候说 我们自己把自己什么 设想了一个局 然后把我们自己 气死在那个局里头 原因是因为 你故意不接我的 我认定就是你又在干什么 我认定你就是什么 各位这就是我们的 认知态什么 太局限了 我们打不开 所以在走进定位的世界以后 我们才发现 原来更差 可能行更好 不一定行 原来正话可以反过来说 原来真的就是假的 假的就是真的 虚的就是实的 实的就是虚的 我们的三级的世界里 我们会很痛苦 因为我们找不到答案 可是当你跳出这个三级 绿一一人 当你的思维升级到 人类这个思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年有十级 如果我们不走进更高维的理论知识 用今天的商业知识 来解决我们今天的困局 我们就是一个蚂蚱 你知道吗 定位是一个高阶的学问 定位 他会带给你跟你的对手打仗 就叫高阶碾压什么 低阶 是一种碾压 就是我打你 我知道怎么揍你 但是你看不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你也不知道怎么打回来 这个就很麻烦 你知道吗 就我们两个人完全不对的 这个战争就没法打 所以各位为什么学习定位很重要 就是至少我们要知道 一年有四季 春夏秋冬 别打了半天 在春夏秋打仗 不知道还有个冬 这种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所以你知道吗 定位 他始终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知道吧 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他永远在扮演这个角色 你要怎么迅速的切到定位的频道上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天天听365 两三个月就可以了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干掉你的谁啊 对手 因为你的对手是不会花时间去听的 在你和你的对手时间 谁花的时间越多 谁胜出的机会就越大 情绪是会感染人的 精神意识和物质是不可分的 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起心动念 一动念 你的物质就会被消耗 所以啊 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 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 其实你的意念 会对你的身体 造成吹呼拉朽的影响 你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一个人在悲哀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悲哀 越来越悲哀 最后有些人可能一个没注意就跳了 所以这时候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打个电话 把你的情绪从这个意思里头干嘛 拔出来 你就人生你就逆转了 所以各位啊 千万千万不要跟那些 不断在悲伤情绪 负面情绪的人 打转的人 千万不要过多纠缠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在一个什么 零度以上 就是要正面 反过来 劝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 我有个发小 他就是出不来 但是我很想帮他 劝慰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两个哥们 这个见面了 或者是两个闺蜜见面了 说我男朋友劈腿 然后这个闺蜜就很难受嘛 男朋友劈腿 就找你倾诉 你应该怎么劝他 你说不要相信男人 男人是臭男人 这下你闺蜜走不出来了 因为他本来就觉得不要相信男人 男人是臭男人 你还加重他的什么 你就等于是让他在这个痛苦的深渊里头 更加出不来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说 记住啊 劝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不是讲道理 是比惨 你说算什么 你才批了一个 我大学就批了 他就会觉得 你批了两个线的活得也挺好的 也没死掉 那不挺好的 对啊 他说你不算什么 然后你就很悲伤 他就说 原来世界上还比我更惨的 他就好了 听懂了吗 就千万不要跟他讲道理 说男人就是个臭东西 那完了 这就是要学会利用情绪 这非常重要 其实这一切都跟定位有关系 定位在讲心智之战 就是还没有在物质层面的做什么 在心智层面 我已经让你觉得我好了 所以我们需要学会一个本事 就见面三秒 就让你喜欢我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会发现 只是因为喜欢上了你 所以我便觉得你 哪里都好 其实你没那么好 我们公司所有的人 都是在用华为手机 用华为电脑 华为手机有问题吗 一打堆 我告诉你 华为电脑有问题吗 一打堆 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 只是因为我 喜欢上了你 所以我便觉得你 哪里都好 我会觉得 人无完人吗 金无足次吗 产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什么 好吗 你看 所以华为为什么能打动我们呢 你去想一下 华为做了什么 它让你看到了什么吗 你想清楚了就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 大家一定要学会什么 表达出来 你这辈子要是没有情商的话 你赚到的所有的钱 都是靠运气 终有一天 哪怕你是二代接班 你也会回去 江沛珍这个人 我告诉你很有威廉 我们的同学到过他的工厂 台上的江沛珍 他说我喜欢你 我爱你啊 好 董事长已经说了他爱你了 现在该你表态了 我们的同学第一个跳起来 就说江妈妈你好 你知道吗 江沛珍听了这一句话 如舞雷轰顶啊 他旁边看看 左边看看右边看 你妈在哪 你一上来就论娘 你娘在哪呢 我们这个同学是个傻子 你知道吧 这个情商真的让人捉急 我告诉你各位 你的智商是你的下限 你的情商是你的上限 你这辈子要是没有情商的话 你就到这了 你赚到的所有的钱 都是靠运气 你会终有一天 哪怕你是二代接班 你也会回去 我们这个同学 傻傻的一点都没看出来 董事长的情绪发生变化 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话吗 您的年龄跟我妈一样 看见您 我特别亲切 他把证据都拿出来了 你说这个蠢货吧 各位 我送你一句话 记住 什么叫沟通 我们刚刚讲了 沟通的最高境界 是让谁嗨 是让对方嗨 先回到事情的本来 什么叫沟通 各位 沟通就是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来表达我对你的好 这叫沟通吗 这位同学 对董事长尊重不尊重 极其尊重 愣妈呀 你就是我的娘啊 可惜偏偏董事长 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喜欢 所以记住啊 你也不要犯这个基本错误 不要用你喜欢的方式 来表达你对对方的好 要用谁喜欢的方式 要用对方 结果第二个同学 站起来了 他一看妈妈不行 第二个同学站起来说 姜阿姨你好 江贝针对前两个同学 一句话没说 一脸秋霜 本来是春风得意的 春风满面的 各位同学啊 大家好 欢迎你来见 我是江贝针 我爱你们啊 本来挺好的 两个同学讲完话 春天就迅速到了秋天 就不高兴了你知道吧 拿眼睛就瞟了我一眼 我就坐在台下 他的意思就是 你确定你是带了一群成年人来吗 你不知道吗 这个社会很多人是巨婴症呢 什么叫巨婴症 知道吧 就是身体长得像个成年人 脑子跟婴儿一样 没脑 无脑 不知道怎么聊天 第三个人跟江贝针说 董事长你好 就第三个人不会说话了 你知道吧 前面两个阵亡了 这是董事长唯一回来的 就是这位同学 你好 公司公办嘛 给我急的呀 我在台下就冒汗了 我就知道 所以各位董事长先生 董事长小姐 你要这么聊天的话 这天真聊不下去 结果第四个同学站起来 江西上牢了 一米八三的个子 对着江贝针 当着一百个人的面 就说了五个字 江贝针就沸腾了 他说小姐姐你好 你知道江贝针的反应吗 江贝针的反应就是 你好你好你好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总算来了一个会聊天的 一个五十岁的人 对着一个七十岁的人 小姐姐你好 你知道我最恨别人 叫我什么吗 叫我前辈 我去你的 咱俩同辈 谁是你前辈呀 很多九零后足够愚蠢 一上来就是前辈你好 我告诉你 什么掐死你的心都有 知道吧 我都说了我今年二十八 我都说了我是八五后 九零后 你还叫我前辈 沟通是什么 什么叫沟通啊 沟通就是要用 对方喜欢的方式 来表达你对他的 好 现在知道怎么聊天了吧 怎么样可以做到 迅速的进入对方的心智 让对方三秒钟之内 就喜欢上你 这点很重要 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谈判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 你想把你的产品卖给客户 是不是你跟客户之间的一种谈判 我跟消费者谈力量 是不是跟消费者沟通 说你买我吧买我吧 这算不算一种谈判 算吗 我要你买力量 我们还有个客户叫台灵 我要你买台灵 不要买别的 就买我台灵 这算不算我跟消费者一种沟通 品牌跟消费者沟通 这算吗 来我问你 沟通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 是介绍你自己吗 哎我的台灵的车很好 我力量的衣服很好 不是的 沟通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 不是介绍你的产品很好 让对方三秒之内 先喜欢上你 这是沟通最伟大的力量 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什么都卖不出去 你想象一下 我走进你力朗的门店 我走进你台灵的门店 如果我很喜欢你这个销售员 我很喜欢你这个品牌 你觉得我买的概率大还是小 我走进你那里去 你一上来就叫我前辈你好 行了 那我就隔壁看看吧 咱俩没关系了 知道吗 那怎么样可以 让对方三秒钟之内 就喜欢上你呢 我分享一个 特劳特先生讲过的 最简单的方法 他说 如果你学会了这个方法 从即刻开始 你的人生就开始开挂 只要你愿意改变 说温暖的话 送他喜欢的礼物 说他喜欢听的话 送他喜欢的礼物 那你说我也不能随身 就带很多饭手礼啊 假设我没有的话 永远有一个礼物 可以随时随地送出去 而且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你知道是什么吗 微笑 嘴角干嘛 上扬 对对对 上扬上扬上扬 对对 你看你好看多了 如果你不笑 我不灿烂 你就等于把我这个 潜在买单者干嘛 拒之于千里之外 因为我不会买你的单的 为什么今天 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呢 谁挡着我们发财了 就是这种产品的 可替代性 太强了 一定要送礼物 最简单的礼物 最有效的礼物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微笑 第二个呢 就是赞美 赞美俗称拍马屁 知道吗 大家身边有没有一群人呢 你每次跟他聊天 都觉得挺舒服的 你发现吗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会认为 我跟他很合得来 你看我跟张三 特别合得来 我们每次聊天 都聊得很愉快 其实你想多了 你不是跟他合得来 你是被降维沟通了 知道吗 你的情绪被管理了 知道吗 他可以让你很舒服 他一句话 就可以激怒你 所以各位啊 只是他很好地控制了他的语言 他管理好了自己的情绪 所以他反过来 也管理了你的情绪 他把你的情绪 管理得服服帖帖 有些人天生就是沟通大师 比如说 华为就是一只烂脚 听得好舒服 然后他说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听完以后 你心疼我吗 他说 华为没什么了不起的 2.4万起步创业 没有老婆 带着老妈和老妹 听着心里 好难受 觉得我不容易吧 你好心疼我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 华为就是一架破飞机 被打得千仓百孔 换来我们的皮糙落后 英雄自古 多么难 听完以后 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说小白受不了 他说能做不哭 能就没哭 是你想哭 他说我也做不了什么 我只有默默地去买一部华为 成交 跟产品有关系吗 你觉得呢 你看还有的人说 有的人就很硬啊 老娘走过的路 一百米之内 寸草不神 结果格力牌手机 卖不出去 你那么硬 怎么卖得出去啊 不要一上来就说自己很牛逼 不要一上来就表扬自己 要学会什么 卵下来 所以卵下来的前提是什么 有人说 那就是不要脸咯 不是不要脸 是没有脸 很多人明明声音 做得一塌糊涂 还一直在那里端 一直在那里装 所以简称端装 干掉这种人最容易了 你知道什么人干不掉吗 任先生这种人 就很难干掉他 因为你找不到他的毛病 你知道吧 他动不动就跟我说 我就是一架破飞机 我就是一只烂脚 你说你怎么干掉他 他都这么烂了 你干不掉他你知道吧 你千万不要有个性 你千万不要说我人脚分明 你知道个性和人脚分明 最大的后果是什么吧 就是对你很好下手 知道吗 下嘴很容易 因为你人脚这么分明 一口就咬死你了 所以千万千万 不要那么人脚分明 要学会像任先生学习的 任正非先生 就是一本正经的说字 很不正经的话 他就最会浪 最会聊天了 不正经 我们同学大部分都很正经 一点都不会浪 所以那层窗户子 你捅不破 你要捅破 认知那层窗户子 你就赢了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显摆的 就是他要找个地方 把这个情绪干嘛 要宣泄出去 情绪是控制不了的 情绪只能转移 知道吗 一笔巨大的钱 打到你的个人账户上的时候 是什么概念 你想过了吗 我就hold不住了 记住啊 宣泄这个东西啊 不能找熟人宣泄 不能找身边的人宣泄 比如说兄弟姐妹 就最好编宣 你宣泄完了以后 下面第二天全是借钱的 所以各位 那找谁宣泄呢 找一个你一辈子 只去一次的地方宣泄 就是这辈子我们不会什么 不会再见了 也就尽管显现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只买贵的 不买 不买对的